歡迎來到這個妄想世界 錄一段仔 今天又升到五百多點 前前後後也有三千多點 所以我又看到網上有人在寫 會用一千八百萬買光 我希望這段影片是假的 如果真的話 這位朋友都可能已經破產了 輸完又輸 所以 盡量少玩槓桿產品 牛熊也少玩 總之危險 這些東西沒有根據 如果你真的賺到一千多萬 你何必要玩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真的賺到一千多萬 你比其他人 已經跑贏一大截 無需要這樣做 好像當年的我 我盡量說一下 其實我一路的宗旨 都是很一貫的 你知道我投資什麼 但方向都是那些 都沒有變過 由三年前到三年後 現在差不多接近四年了 根本沒有變過 我也不需要搞很多東西 所以投資其實不是很複雜 很簡單的 很多人都搞得很複雜 又覺得一定要接近 所以很多事情 不要這樣去看一件事情 你看到好的時候 已經是不好的了 很多時候想清楚 究竟你在買什麼 所以我接著會講 Patreon 裡面會講 事物的本質 本質是什麼呢 究竟錢的本質是什麼 很多人都說不出本質是什麼 錢根本 本質你還未知道 你就留不到錢 就算你一時一刻 你突然賺了一大筆 但很快就會輸回 因為事物的本質就不在 所以要留意 事物的本質是什麼 何謂原本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點 如果你不知道 就不要賣了 這件事很重要 還有 社會趨勢力很重要 因為社會趨勢力是影響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影響股票 股票也不是最容易發達的方法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希望大家都安全 不要做一些衍生工具等等 如果你覺得有用 就要分享給朋友 叫朋友看看正確的東西 雖然我不是說我100%正確 但是比較近一點 還有我之前說的事情 又發生了一次 因為最近又有一個新的消息 你看Patreon就知道了 總之 如果你是玩這些衍生工具 就不要了 或者有些人 連家人全家人的幸福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都倒下去 更加不值得 所以不要把自住物業放上賭桌 我已經出了幾條影片 但是由於我台的聲音不夠大 就不是很多人聽得到 所以如果你想幫身邊的朋友 或者有些正確的看法 等等 下面有些連結 你可以分享給他們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正確的觀念 因為很簡單 你不停以為儲錢就可以 儲錢又不行 因為你要知道錢是什麼 錢的重點是流動 我還有一個系列 在YouTube裡面是免費的 就是錢的基本原理 大家可以參考那個 另外還有 錢是要流動的 這些我都說了 我希望幫到大家 因為很多時候讀書又沒有 又很迷惘 經常摸摸摸摸摸 就搞到錯位了 儲錢都沒有了 到最後 你越早知道是越好的 我先說一件事 所有事情你越早知道越好 如果我再早十年知道 更加跟今天很不同 但如果我有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可以放出一些聲音 放出一些能量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好 所以 你不要向一些負面的聲音一起 因為負面的聲音會把你拉下去 這也是其中一個 智庫很重要 這是跟能量有關 其實錢就是能量的一種 很多人沒有說 錢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產生實物 而不是由實物產生能量給你 如果你是用實物來產生能量 是不行的 所以首先你是由意念開始產生能量 而能量是產生金錢 而金錢是產生實物的 好了 今天先講了一段段 多謝大家支持 下面留言討論